北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過去隔著太平洋放盡狠話 如今出現戲劇性的轉折 政一榮也說金正恩願意停止核試驗 以及飛彈試射 換取與川普會面的機會 雖然川普豪爽一口答應 白宮發言人卻聲明 兩人會面是有條件的 桑德斯所謂的具體行動 就是要求金正恩停止發展核武 也說美國絕對不會在非核化的立場上 做出任何讓步 雖然白宮提出但書 確切的會面時間和地點 也都還沒敲定 受到核武最大威脅的南韓 卻是樂觀其成 北朝鮮核武威脅的另一位苦主 也在第一時間回應 安倍晉三也敢在金川會前的四月初拜訪美國 與川普當面討論北朝鮮問題 不過北朝鮮的老大哥中國大陸可不想置身事外 習近平與川普熱線呼籲美方朝雙贏局面進展 也承諾不會干預朝鮮半島的和平進程 許多分析家認為 美國 歐盟以及聯合國接連祭出嚴厲制裁 讓金正恩嘗到苦果 也有分析說金正恩核武發展取得重大進展 認為自己已經掌握更好的談判籌碼 但無論如何 這將是美國第一位現任總統與北朝鮮領導人會面 歷史定位與會談內容讓全球秉息一代 大陸新聞中部獻兵